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不通過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思民 與立委林沛祥、徐宇貞、羅志強舉行記者會 對於這樣的開票結果 要主事者負起政治責任 並呼籲不要再繼續反民主不正當 毫無意義的大罷免朝 基隆市民用自己手中的神聖選票 挺善良 繼續的讓我們肯做事、會做事、能做事的 謝市長繼續來為基隆市民來服務 開票結果同意票會達到25%的門檻 反對票更高於同意票高達1萬6千票 否決了這場沒有正當性 勞民又傷財毫無意義的罷免投票 這次民進黨發動仇恨 輸不起的罷免 基隆人民用選票來打臉他們 還給我們謝市長贏一個公道 也印證了我們善良戰勝惡霸 可以說是大快人心 民進黨政府想要用罷免來破壞 破壞我們民主的財狼野心 我們就是看到被我們基隆人民狠狠地打來一技響亮的巴掌 我們回顧這一次的罷良案 一開始民進黨以及他的側翼攻擊團體 一直主張說東岸三場的產權 是有問題的 那謝國良市長所領導的市府團隊 我想最後經過我們司法的驗證 不但在三次的司法訴訟上 贏得了勝贈 連行政機關的審議結果也同時勝出 可以說是四連勝 市府完全是依法行政守護了基隆市民的財產 也凸顯了林宥昌在擔任基隆市長 他所領導的基隆市府團隊 是如何的違法亂計圖利財團 這樣的前市長檢調機關監察院 要不要好好的查一查 有民進黨的議員在范雲的直播中 竟然他這樣說 他說民進黨絕對沒有參與 霸良團體的行動 絕對沒有 這些發起霸良的年輕人 自己也說自己是小草 支持柯文哲 怎麼會是民進黨 天啊 青鳥們聽聽這句話吧 你不會覺得心酸 不會覺得心痛嗎 整個新聞背景就是意思是 今天霸良不成功 就是這些嫩草們 經驗不足啊 青鳥都變成嫩草了啊 一個政黨沒有擔當到這種程度 贏了就收割 輸了就切割 這是非常擅長刺元刀的偉大的民進黨 割派政黨嗎 什麼都可以割嗎 就像我們的書記長講的 今天這場罷免 請問各位 最先的始作勇者是誰 都忘了嗎 就是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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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別人 當基隆 當基隆東岸停車場被侵奪侵占的第一時間 連事實都沒搞清楚的時候 是誰穿著內特的衣服 挺內特 然後讓引導所有的綠軍 網軍跟媒體 套轟基隆市政府 是誰穿著內特挺內特 引導所有的網軍 綠媒套轟基隆市政府 就是你蕭美琴啊 我拜託蕭美琴 今天也站出來 你要不要今天 也穿著內特挺內特一下 給大家看一看 穿著內特挺內特啊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投票結果 不同意罷免票數86014票 同意罷免票數69934票 否決罷免 第一件事情呢 在這邊要特別的感謝 所有我們睿智的 所有鄉庭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因為有你們 所以這次的惡意罷免 這次的政治鬥爭 我們停過來了 然後我跟國良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 一個人在地方 一個人在中央 幫我們基隆市民 募取更多更大的福利 第二件事情呢 我也呼籲一下 呼籲一下 我們那個目前的執政黨 民進黨 罷免一次在基隆 花了公帑三千萬 明年的大罷免朝如果來 你們是準備花幾億的公帑 來去做政治鬥爭 明年台灣將近有五十多個選區 你是不是每一個地方 你都要來奉勢罷免 那如果一場罷免就要花公帑三千萬 其他的成本都不算的話 雖然國家機器是你們的 但是人民的納稅錢 每個地方政府的納稅錢 是給你們來這樣子亂花的嗎 是否如果說你們真的要發通大罷免朝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這些類公民團體 能不能你們有guts一點 先把罷免的保證金交出來 不要讓全民為你們的任性而買單 最後一點 我們現在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裡面 民主法治講求的是責任政治 輸了要擔起敗戰的責任 不要一天到晚輸了就不干我的事 政治責任是要有要負的 我們看到了基隆市民非常有智慧的 用他們的選票來請善良 用他們的選票來告訴民進黨政府 他們反對惡霸 他們要的是一個幸福的城市 而不是一個充滿仇恨的城市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我們昨天的投票 我們不同意這個罷免是八萬六千零一十四票 同意是六百 六萬九千九百三十四票 但不同意票大贏了同意票的 這個一萬六千多票 尤其是同意票連最低的門檻都沒有踏過 我們也可以看到謝國良市長在七個區 基隆市的七個區是全贏 尤其基隆市在這個 國良市長在當選市長的時候 他的得票率是五十二點九 可是這一次他的得票率是將近五十五趴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年多來他的施政 其實是受到市民的肯定 所以這次也反映在這個選票上面 有不但從五十二趴進步到五十五趴 也讓所有的基隆市民 願意在這樣的一個罷免案出來投票力挺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不通過 林斯敏指出 從這次的罷免案觀察到 現行選罷法規定 連署審查過程中有非常多的弊病 國民黨團將推動選罷法修法 加嚴罷免連署需付身份證淫本 提高罷免門檻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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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